哈喽大家好,我是不耍嘴皮子,只说好电影的惊悚哥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惊险刺激恐怖片《2001个疯子》 看疯狂的村民如何演绎薛江植爆棚的中世纪酷刑 大学校园里,最不缺的就是花季的少男少女 他们青春洋溢,躁动不安 一切看起来刺激又有趣的事情,对他们都有着莫大的吸引力 就连场面严肃的历史课也不能幸免 课堂上,老师正卖力地讲美国南北战争时 负责帮老师调取幻灯片的男生吉姆 趁老师不备,将同学的囚照放在了大屏幕上 照片上,一个女孩坐着鬼脸,撩起了自己的T恤 里面竟然什么也没穿 相应的画面,惹得再长的男生一阵惊呼 老师不明所以,认为是同学们突然对自己讲的课程来了兴趣 但同学们反常的大笑,总让他觉得哪里不对 他回头妄想黑板,机敏的吉姆急忙将图片换成了教学幻灯片 讲台下的同学依旧狂笑不知 几次三番的作弄,终于让老师发现了端倪 老师大为震怒,正要对吉姆发火,下课灵却响了 吉姆长嘘一口气,打算悄悄溜走 不料,老师把他和另外两个在课堂上做小动作的男生留了下来 其中戴着帽子的眼睛的男名叫约翰 竖着背头一脸不爽的男生名叫杰斯 老师为了惩罚三人,交给他们一项作业 在春季假期里,他们要亲自前往南北战争的一纸参观 写一篇自己的感受 如果写不好,就留令他们退学 三人带着任务开车出发了 表面上,他们在完成一项作业 但事实上,这更像是一丝自驾游 他们一路欢呼,实现了目的地 路上出了点状况 约翰开着车,不小心撞到一个小型野生动物 车窗上溅满了血迹 此时,一个路人跑过来要求赔偿 并扬言他们撞死了自己的宠物 吉姆向约翰使眼色 约翰趁陌生男子不注意,一脚油门到底 将陌生男子甩在了身后 他们则在车里欢呼雀跃 摆脱了陌生男子的纠缠 三人来到了一处加油站清洗车辆 随后,他们邂逅了短发男矮灯 和他的女友赛西 此外,还有一个年轻性感的美艳女郎杰西卡 吉姆扶罗夫子姨的眼镜 装成一副很自信的样子,全去搭闪 他声称,自己的叔叔 在附近有栋很棒的海滨别墅 并要请杰西卡一起游玩 杰西卡称自己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办 暂时不能复约 然后就撩起了自己性感的上衣 让吉姆把电话号码写在他的肚子上 方便日后联系 此时,杰西终于忍不住走过来 毫不客气地写下了自己的电话 随后,众人驱车先后离开 带他们走后 修车店的老板面色阴沉 霍尔又一脸邪恶地开始大笑 似乎有什么天大的阴谋 正在被悄悄酝酿 夜深了,吉姆开车迷了路 他叫身后的两人去后备箱拿地图 回头一看 杰西和约翰都睡着了 吉姆无奈地把车停到路边 自己去拿地图 不料,修车大叔从后备箱钻了出来 并用手里的撬棍敲响了他的脑袋 吉姆猛然惊醒 原来这只不过是一个噩梦 行转过来的吉姆继续开车赶路 摆在他们面前的有两条路 吉姆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木牌上 写着劲道的那条路 然而,道路都被玉玉匆匆的大叔所遮掩 接着,他们来到了一处小镇 秀吉斑斑的门路上写着 欢乐鼓几个大字 似乎此处已经荒废许久 车游开了一段路 突然从四面八方 跑来了一群热情的村民 他们宰哥宰武 把三个人围在当中 独眼的镇长巴克曼 对于他们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并表示他们来得很巧 正赶上了小镇的狂欢派对 约翰发现 村民们的热情有些过头 隐隐觉得这其中有什么问题 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吉姆 不料,赫尔蒙旺盛的吉姆 被一个衣着清凉的亮妹所吸引 根本没把约翰的话当回事 随后,和吉姆一轻人 有过一面之缘的亮妹杰西卡 显然,他们也是被那个 写着劲道的路牌吸引过来的 紧接着,黑人创小伙彼得 和他的女友塔莎 骑着摩托来到了欢乐谷 总共八个外来客 成为了小镇的贵宾 他们被簇拥着迎进了大厅 所有人都沉浸在欢乐的气氛里 殊不知 一场杀戮游戏即将拉开帷幕 两妹杰西卡 被小镇里的美男子哈勃 迷得神魂颠倒 哈勃颇有绅士风度地约他出来 两人调情过程中 哈勃发现 杰西卡的美臀上 温着一匹马 于是,便将杰西卡带到了马棚 哈勃掏出一方手帕 把杰西卡的眼睛蒙了起来 杰西卡询问哈勃 为什么要这么做 哈勃谎称 这是为了让爱变得更有情趣 杰西卡笑了 等到哈勃解开蒙到他脸上的手帕时 他才惊恐地发现 自己的手脚都被绳子绑了起来 而绳子的另一边 则被骑马的人牵在手里 杰西卡即将体验一场四马分尸之行 他惊恐地恳求哈勃放过自己 哈勃不为所动 将手里的马鞭狠狠地抽向地面 四匹马接到命令 向着不同的方向用力 杰西卡在惨叫声中被活活分尸 现场鲜血四肩惨不忍毒 哈勃自一脸兴奋地大笑起来 晚宴上 桌上摆满了丰盛的酒肉 爱等用叉子扎起一块肉塞到嘴里 却丝毫都没有察觉 肉上的图案正是杰西卡身上的纹身 原来 杰西卡已经被做成烤肉 登上了餐桌 未来者们吃的竟然是同伴的肉 月上枝头 酒足饭饱的吉姆在床上自娱自乐 突然一个美女造访 希望与吉姆共度良宵 美女的怀里碰着一个玻璃杯 里面装满了未知的液体 然而这并没有引起吉姆的警觉 美女宽衣上了床 她诱骗吉姆喝下那瓶液体 吉姆早已饥不可耐 猛吸几口 却不料 瓶子里装的竟然是腐蚀性机枪的硫酸 吉姆在一阵精卵中被强酸腐蚀致死 她的胸腔也在一瞬间完全腐烂 甚至连她身下的床板都被烧出一个大洞 第二天 其余的人还在没心没肥地玩乐着 对于同伴的失踪并没有在意 然而恐怖的杀戮仍在继续 黑人彼得的女友塔莎 被女人们簇拥着离开了广场 他们为塔莎沐浴 并换上了漂亮的礼服 随后 他们在广场的大中下宰歌宰舞 塔莎也被现场的戏份所感染 跟着跳起了舞 小镇上的女人们把她带到了大中下 不安适适的塔莎并没有意识到危险的降临 突然 弹琴的老头们停止了演奏 镇上的女人们赶忙撑开了伞 老人脸上刺响的微笑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邪恶的表情 她大喊一声 拽动手里的绳子 大中轰然落下 塔莎当场被砸成了肉泥 鲜血喷茧出来 溅在了女孩们撑开的伞上 小镇的居民们欢呼雀跃 庆祝这一惨烈的时刻 她被吓得不轻 开始玩命地逃窜 可惜没跑多远就被抓了回去 在小镇居民们的欢笑声中 艾登即将体验中世纪最残酷的刑罚 两个女孩抬着一根长长的铁签走了过来 他们一起用力 将铁签从艾登尾锥扎乳 并从嘴里穿除 艾登当场毕命 居民们又是一阵欢呼 因为今晚又有新鲜的烤肉吃了 另外一边 黑人彼得 约翰 以及杰斯 等人聚在一起聊天 他们终于察觉出了小镇的异常 并商量如何脱身 正当他们打算离开时 镇长却带人堵在了门口 私人只能委屈求全 暂时放弃了逃跑计划 来到外面 小镇上的居民们 一改之间的态度 所有人都对他们这些外来者 投来仇视的目光 气氛也逐渐变得诡异起来 几人私下商议 今晚就想办法逃走 随后 私人分头行动 寻找失踪的同伴 彼得来到小镇附近的丛林里搜寻 却无意中发现 镇上的一个小孩 在拧动一个把手 彼得见小孩长相可爱 便询问他在做什么 可当彼得看清真相的时候 一种由内而发的厌恶感 瞬间爆发出来 原来 小孩正能用千斤顶 将一只老鼠疾扁 老鼠痛苦地尖叫 血水从他的嘴巴和眼睛里流了出来 小孩丝毫不为所动 依然没有停下手里的动作 这样彼得更为惊恐 所谓的欢乐鼓 根本就是一个杀人鼓 要尽快想办法快点离开才对 另外一边 杰斯来到一处屋外 他看到艾德的影子 在窗上一闪而过 杰斯赶忙呼唤艾德的名字 但里面却无人引答 正当他走过去仔细查看之时 啪的一下 脚下的不受加被处罚 杰斯显之又显地避开了 找人心切的他 继续向那间屋子里摸索过去 推开门 里面是一间宽敞的厨房 微加工的果树 杂乱地堆砌在一旁 杰斯惊恐地发现 地上有一滩血迹 还有一根沾满血的铁棍 这一时 滴答滴答的声音 吸引了杰斯的注意 他猛地回头 发现一个扣着罩的盘子 有血液从里面流淌下来 杰斯壮着胆子 揭开了那个罩子 看到里面的东西 他松了一口气 那不过是些新鲜的草莓酱 然而 他的神经还没来得及放松 身后的母门却被推开了 门内艾德被挂在钩子上 死状可怖 鲜红的血液流了一地 此时 两个厨师从里面走了出来 迅速关上了那扇门 杰斯并没有看到艾德的尸体 他见厨师们并不欢迎自己 只好兴兴离开 女孩塞西这边 他在一个诡异的橱柜里 发现了许多奇怪的玻璃瓶 仔细一看 吓得他脸色煞白 里面装着的 竟然是人体的四肢和内脏 惊魂未定的他 被藏在橱柜后面的人 抓了个正兆 彼得四处寻找同伴 没有任何收获 此时 一个女人笑着跑了出来 彼得一看 正是自己的女友 于是追了过去 不料 女友像是故意和他玩捉迷藏 一路朝末房跑去 彼得只好边喊他的名字 边追了上去 最终 彼得惊恐地发现 那人根本不是自己的女友 而是一个男人戴着假发 穿着女友的衣服 意识到自己被骗的彼得刚想逃走 却突然冲出来一群人 将他团团围住 最终 彼得的命运 如同那只小男孩 被击贬的老鼠 被镇上的居民们用墨盘 活活压成了肉饼 另一边 负责在屋里寻找线索的约翰 邂逅着穿着清凉的美女 约翰没有抵住诱惑 想和美女发生点什么 不料 美女戴上了牙套 瞬间成为了疯狂的野兽 对着约翰 就是一阵死咬 约翰失血过多 死在了当场 杰斯这边 他想骑着彼得的摩托车逃跑 却发现没有钥匙 此时 躲在他身后的双胞胎姐妹 举着枪将他围住 杰斯最终被打晕在地 当他再次行转过来 已经是晚上了 杰斯发现 自己被绑在桌上 而且 赛西也被镇上的人绑住了 他们点起了篝火 宰割宰武 将两个外来者当成祭品 在篝火晚会上 等待被宰杀的命运 巴克曼觉得 简单地杀死两人太过无趣 于是提议 给杰斯一个活下去的机会 只要他杀了赛西 就放他离开 杰斯为了活命 欣然接受了这项任务 巴克曼命人解开杰斯的束缚 并且给他一把菜刀 杰斯来到赛西身边坐视要砍 其他人翘首以盼 等待一出好戏 不料 杰斯却趁机将刀丢向了巴克曼 巴克曼脸色大便 赶紧低头 避过了飞来的彩刀 他身后的一个可怜虫 不幸被刀砍中 当场毙命 巴克曼被杰斯激怒了 他命令居民们将杰斯抓起来 杰斯拉起赛西的时候 想找机会逃跑 但对方人多势众 他们根本无路可走 此时 巴克曼突然出来喝止了众人 他提出要和杰斯单打独斗 以彰显他阵长的威严 巴克曼扬言 只要能赢他 就放两人一条生路 杰斯只能同意巴克曼的要求 困兽之斗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杰斯表现出了过人的勇气 两人在众人面前一番苦斗 过程中 多远的巴克曼一个不注意 被杰斯暗倒在地 杰斯做事 要刺下他的另一只眼睛 巴克曼急忙求饶 同意放走两人 杰斯骑着摩托 载着赛西逃离了小镇 两人刚走 巴克曼露出了诡异的微笑 轻轻地说了句 一眼还眼 转过天 惊魂未定的杰斯 带着赛西来到警局报案 他向警察讲述了 之前汉人听闻的经历 警察一脸难以置信 因为那个地方他很清楚 那不过是一片公墓而已 为了调查事情的真相 他还是跟随杰斯 返回了黄勒谷 事实正如警察所言 杰斯之前看到的 所有建筑物都消失了 村民们也不见了 眼前唯有一排排的墓碑 警察解释道 这里150年来一直是座公墓 说完便没好戏地开车离去 杰斯发现巴克曼的墓碑上 刻着一行字 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这句话 饱含着浓浓的恨疑 此外 上面还写道 2001名无辜居民 被北方军队 在欢乐谷残忍屠杀 若不复仇 不得安息 原来 之前所见 都是已死的幽灵 而最近死去的同伴们 都是被幽灵诅咒而死 这样杰斯和赛西 感到不寒而栗 杰斯气愤地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巴克曼的雕像 传来了一句 幽怨而低沉的声音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为了安全起见 杰斯选择了另外一条公路 他骑着摩托一路狂奔 想要尽快逃离这个诅咒之地 然而 在他们返回的途中 一根坚韧的锡钢丝 横在了路中间 由于车速太快 两人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当场斩首 躲在暗处的欢乐谷 真名跳了出来 他提着杰斯和赛西的脑袋 仰惩而去 渐渐地 那个人幽灵般地 消失在了阳光之下 最终 八个外来者全部丧命 影片至此结束 恐怖片2001个疯子 由蒂姆·沙利文指导 上映于2005年 影片演员阵容豪华 不吝血浆 场面逼真刺激 充斥着各种新奇的猎杀手法 以及中世纪的残忍酷刑 甚至于老牌RG恐怖片 电鞠惊魂 知名弯道相比 也不慌多嚷 喜欢此类影片的朋友 可以观看原片 这部电影 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EUG网的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